有些人曲解了路徑依賴的東西 如果想真正這個路徑依賴出現的話 反而如果所有的泛民政黨一起支持這次的公投活動 令到真的有很多人上來去做公投投票 就是過幾百萬 過百萬 那是否反而在那個機會做了所謂的混沌 反而會有機會令到你說的路徑依賴是更加容易出現到 這個就很難說 因為這些理論 好像我這些書大字很喜歡看這些理論 但我們知道理論的局限很難去進行任何的預測 很多時候都是理論是事情發生了之後 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什麼事情發生了 跟著下一部應該怎樣走 所以說怎樣的情況才可以造成一個混沌的狀況 或者所謂的路徑依賴 你亂說的critical juncture 都很難沒有人可以說得準 即是真的出現了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是一個critical juncture 這個可能突如其來出現 我們預計不到的 譬如可能是中國經濟滑波 跟著中國出現一些變數 或者是2012年領導人之間的權力內鬥 出現了一些最初預期不到的狀況 這些都沒有人預期得到 但我不敢說怎樣 以及所謂critical juncture 不是人為可以創造一個critical juncture 譬如拉丁美洲搞革命的社會主義者 當年的歷史都很慘痛 有一個叫做革命暴動主義 就是沒有革命形勢的時候 我們可以主動創造革命形勢出來 就是出來勾暴動 做革命形勢之後 革命的階級 即是工人階級 就會自動出來 起義進行一個社會主義革命 有些人是這樣想的 但他們的經驗都很慘痛 結果都是什麼都做不成 所以這些都是形勢 或者critical juncture 我不相信可以 你看完這裡之後就可以做出來 但是公投的效果 現在好像說人不多出來投票 投票率不太理想 我報紙新聞都有提到 從投票率來說是一個不太成功的 甚至乎是一個失敗 但我始始終覺得阿爺最介意的 以及公投運動最重要的 就是開了一個五區公投的先例 而不是每一次特定的公投的 投票率有幾個 你看台灣的例子就知道 台灣就算有公投法 他每次搞公投 第一就是議題很無聊的 全國性的公投 譬如投票提議 入聯合國 公投要求大陸撤走非打 你明知道是沒什麼意義的 這些是純粹是虛張聲勢的事情 而每次公投出來 投票率都二十多%很低 但是阿爺和他在台灣的代理都很害怕公投 就是因為你一有公投 那時候大家玩慣了之後 以後譬如說 台灣當時跟北京開始談判台灣前途 開始跟那些人 到時的時候民怨很 不是民怨的 就是民怨 或者是大家島內的意見很分雜 很兩極化 大家都很想為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到時候已經… 因為你已經有公投的傳統 到時有人搞衝突 那就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 因為到時公投的話 可能有很多人出來投票 如果投票的結果是… 是反對統一的 那你就很難收回台灣 所以就是阿爺其實害怕 不是害怕你公投 要求大陸撤走非打 真的有很多人出來反對 那怎麼辦呢 那真的沒有任何影響 他投票率這麼低 他也是很害怕你搞 因為搞得多成習慣之後 將來真的有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的時候 就可以有公投出現 然後就可以搞亂了整個他們 譬如北京和台灣的部署 再想像一下 其實當時有人提過 我在學生會學生部的時候 聽過老鬼提過 就是80年代初中英前途談判的時候 當然當時的學生會 就是港大和中大的中英學生會 他們認為都是很外國很阻傾的 認為 談什麼談就是回歸中國 當然是 英國人民統治也是萬惡的 但是當時呢 有聽過老鬼說 其實這個不是只有一個聲音 不過當時主導的聲音 就是在學生運動就是這個聲音 但是有一些 譬如中大書院的學生會 我們以前看中央學生會很壞的 就覺得書院的學生會 就比較所謂反動 比較自由主義 比較自由派 即你是中英學生會 我是中英學生會 中英學生部 不是各個書院 有一些部分的書院 特別是很反共的 很害怕社會主義 很害怕中國 當時80年代初中大的中英學生會 當時是舉腳舉手 四肢齊舉 就是他贊成回歸 但是當時書院的學生會 有一些的朋友 就是會是反對回歸 甚至乎有人提出過 是用公投的方式來決定香港前途 當然不是沒有人提過 不過 我都很想做深入的研究 找回 接著我還聽過 在跳鬼說當時的一些 比較激進的反共的 一些要求用公投方式 決定香港前途的人後來 有一部分 就是成為了今天的一些 比較主張和阿爺溝通談判的學者之一 這個我沒有考證 都是二手三手在路邊聽回來 但是你可以想像 如果當時香港是有一個公投的狀況 即中英前途談判的時候 公投出來的結果 大家不想回歸 你說大陸是不是可以 這麼容易收回香港 這些東西就是 讓北京覺得公投很可怕 中國很難好像加拿大那樣 灰不黑 你想獨立就給你 有你公投 不過你沒有錢都不過 所以獨立不到 但是大陸就不同 一個民主體制 它都很介意這個國土的完整 等等這些問題 或者是一個 不單是領土的問題 而是一個地方 你可不可以完全有一個不同的 程度去發展呢 它可不可以容忍到呢 就是廣東省 或者一些省 有一個不同的體制 它自己先行為主一些 即它不容忍到 它既然容忍不到 它就是很記公投的先例 我想阿爺整個部署當時 都不是說 只想你這次公投輸贏的問題 它不是只關心你 它是關心你可不可以 搞成一個先例 所以它才要動員 所有的力量來杯葛 希望有一兩區自動當選 但是大專業一年 一年就不生性了 搞亂當 搞亂當 竟然可以搞得到公投成事 我想阿爺都僅僅於為 我想它最重要就是這個先例 其實這個先例打開了先是最重要的 並不是說今次的投票率 你看一下 後來民主黨要妥協 那潘小圖出來說 你民主黨用類似公投的認識 來辭職再選 來拿回那個mandate 看看人民怎麼看 大家已經是 雖然討論不太多 但討論不太多 已經有一個概念 大家就不會再說 你講什麼了 不太明白 就是最初 就是唱毛育民去提供 但是大家就想 你搞什麼 就是從一個很 fundamental的方法 去challenge 當後來潘小圖提 有了這個建議的時候 大家沒有了這些challenge 大家覺得是可行的 起碼 起碼不會challenge 你不知道你說什麼 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大家後來 當然了 討論沒有熱烈起來 但是我相信 討論沒有熱烈起來的原因 就不是大家不明白這個建議 而是大家覺得民主黨 那些人這麼抱著這位 當然是不肯 看死他 他這樣搞 他當然是 讓香港人不記得 2011、2012 就當沒事發生 這樣再選 這個是一個考慮下 這個討論沒有上來 但是看到 有人很快地提出 這個公投的概念 已經建立了